人人都说锻炼好,好,但已经退休的国家集民中一许在春教授却不这么认为,却不这么认为,他曾说,人生有意傻,傻,没病吃药最傻,傻,别老照镜子看肚子有没有大起来,那起来,特别是老年人,不要患上慢性病后判命锻炼,锻炼。 40岁前必须锻炼,锻炼,50岁前适当锻炼,锻炼,60岁后不锻炼,便多保养。 其实不光中老年人,人年轻人也该注意适量锻炼,锻炼,锻炼,今天就教你在休息中轻松实现锻炼效果,锻炼效果,无非是就能养生,不生。 最容易犯的五个运动错误一,不一,走得多人在剧烈运动时,时,体内会产生较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纯等激素。 纯等激素,当这些激素增加到一定量时,量时,会使皮脏产生白细胞的能力大大降低,大大降低,致使淋巴细胞中细胞活性大大降低,大大降低。 2. 速度快对于走路和跑步而言,强度就是速度,度强度过大容易发生运动伤害,伤害比较常见的有膝关节,节,踝关节,宽关节及腰部的疼痛和损伤。 3. 早起就猛跑步吃早餐,或不补水就出门狂走猛跑,狂走猛跑,会导致血糖过低和低。 早起时,人体血液更粘稠,稠,特别是心脑血管病患者,运动风险更大,此外,凌晨是心血管病高发期,发期,高危人群应避免清晨剧烈运动。 4. 严寒酷鼠五组研究表明,承明,极端温度会加大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。 1. 一热一寒,是心脑的大敌,目前早晚温差大,一定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,避免过度运动。 5. 靠走路减肥人体一天中摄入的热量越多,热量越多,器官负担越重,重。 但如果在进行超负荷的运动,运动器官的负担则翻倍,倍,久而久之,会加快器官衰老,该老。 5. 休息才是最好的锻炼一。 1. 小气二十分钟让心脏冻起来,冻起来。 5. 多项研究表明,明,小气是减压神气,气,能提高灵敏度和工作效率。 5. 也更有利于心脏健康,康,研究发现,电,一周五睡三次以上。 5. 每次小于30分钟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37%,啊,37%. 2. 喝杯热茶让大脑冻起来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。 3. 喝水能够让你的大脑提速14%,14%,有助于保持思维敏捷,天气渐热。 3. 喝杯热茶还是清热止渴的法宝。 4. 因为热茶能促使毛孔张开、昂开,加速汗腺分泌,蜜,还可以吝尿。 3. 伸个懒腰让肺动起来。 身懒要能增加对心,加对心,肺的挤压,啊,增加全身的供氧,糖,还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收缩和呼吸的加深。 呼吸的加深,大脑血流充足了,足了,人自然感到清醒,舒适。 4. 吃健康零食让肠胃动起来。 在两餐之间或餐前吃点健康零食,吃点健康零食,既可以让你得到身心的放松,放松,还有助于补充营养。 建议在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左右给自己来个短暂的茶歇,短暂的茶歇,幽烙乳,水果,坚果等都是比较健康的零食选择。 吃选择。 5. 简单运动让身体动起来拉拉筋。 拉筋,扭扭腰,啊,或者深蹲,哼,靠墙站立。 高抬腿,俯卧撑都是比较简便义型的运动,能的运动还可以练一两组于家或太极的动作。 你的动作时间不必太长,长几分钟就能让身体充分放松,放松。 6. 晒太阳让免疫力动起来晒太阳的好处不胜美举度不胜美举。 但国人晒太阳的时间仍远远不够,很远不够。 不妨在你感到疲倦时,把晒太阳这个功课补上,补上。 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是晒太阳的最佳时间。 最佳时间,此时可以散散步,步,或者边晒太阳边打电话,电话。 一举两格,可以多晒晒背部,步,双腿和头顶。 顶有助于盖的吸收,勾,合成,还能提高免疫力。 每次晒1520分钟为1。 7.发呆5分钟让精神动起来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。 科里大学的研究显示,发呆是最简单的减压方式。 方式,他们发现,心无杂念。 脑子里什么也不响的时候,时候,大脑中的脑电波得到加强,加强。 这种特殊的脑电波可以抑制资讯超赞,讯超赞,让注意力和意念更加集中,集中,从而改善情绪,续减轻压力。 第,缓解焦虑不安,安,还能加强记忆力。 第,缓解疼透,透,并提高免疫力。 第,另有研究发现。 每天适当发挥呆能将焦虑和抑郁风险降低25%,25%。 112岁中国最美老兽型张明珠的长寿秘方圆人可作,方圆人可作。 你听说过患过癌症的人能活过一百岁吗?一百岁吗? 你见过中国相貌最年轻,轻,寿命最长的老人吗?人吗? 这位老人就是张明珠,出生于1905年,5年,2011年,年,他参加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一档节目,一档节目震惊观众。 因为当时106岁的他,6岁的他,不仅是自己走上台的,台的,而且皮肤细腻,地,神材意,地。 那么,这位被誉为中国最美老兽型的老人,平的老人,到底有什么样的长寿养颜秘诀呢? 下面就一起来学一学吧,起来学一学吧。 1. 爱晒太阳 爱走路张明珠老人有两大习惯,大习惯,一是坚持走路不路,各大公园都是老人经常去的地方,去的地方,那里的常客大多认识他, 吃他,他也乐意与大家聊天,天。 2. 晒太阳 饭后或是散步时都要在外面晒一会儿太阳,一会儿太阳,106岁,这皮肤多好,好。 2. 癌症就是不死之症,不必在乎对于长寿老人,老人,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他们大多一生健康,健康,很少得病。 2. 但张明珠老人不是这样的,这样的,他88岁的时候患肠癌,肛癌,一共做过三次大手术,手术切除了全部结肠,肠,大肠也被切掉了一米,一米。 3. 第三次做手术时,时,他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,癌症。 但他们不在乎地说,癌症,癌症,癌症,就是不死之症,症,我要跟癌症斗争,争。 3. 睡到自然醒饮食有度,有度,睡眠要足,多晒太阳,太阳,多做运动。 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,赶醒,起床活动和看一会儿电视后,电视后,再睡一个多小时,时,午饭后还要睡大约三个小时,小时。 4. 充足的睡眠,保证了足够的精力,听力,也使得皮肤光滑润泽,笨泽,富有弹性。 4. 爱眉洗打扮,按颜色鲜艳,心情好,中老年人也要爱打扮,爱打扮,爱漂亮,打扮好看了心情自然会好,会好,心情好了,身体也就好了,好了。 5. 张宁周老人平时就爱涂脂抹粉,脂抹粉,衣服上还要撒点香水,风水,喜欢穿颜色鲜亮,两款式新颖的服装。 5. 孙子辈们也总会给他送些纱金之类的小礼品,类的小礼品,她总是十分开心,金。 5. 老人一百岁时的照片,泡片。 5. 有肉吃肉够,有菜吃菜,看。 6. 油爱红烧肉饮食是决定一个人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7. 共要因素之一,其实,吃东西也要吃得杂杂,比如玉米,白薯,南瓜,米饭,馒头,红烧肉等。 7. 张明珠爱吃红烧肉因此,此,我们吃饭应该荤素搭配合理饮食。 8. 张明珠老人最爱吃红烧肉。 6. 烧肉,它的好皮肤也都源于此。 6. 马马虎虎才长寿要想健康长寿。 6. 康长寿就一定要心态平和,隔,不生气。 8. 用张明珠老人的话来说。 9. 来说,就是马马虎虎。 9. 虎,忘记自己的年龄。 9. 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。 10. 这些方法不仅能让你健康长寿。 10. 更长寿。 10. 还能美容养颜。 10. 将这些方法告诉你的朋友们。 10. 朋友们。 10. 祝大家即使100岁也仍旧健康。 10. 健康。 10. 美丽。 10. 幸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